蘋果酒 是用葡萄來養的 蘋果酒是用蘋果來養的 蘋果酒是用蘋果來養的 草莓酒是用草莓來養的 你猜橙酒又是用什麼來養的 如果你回答橙 少年就太平衡了 其實橙酒是用葡萄來養的 其實我們釀白酒的白葡萄 果皮都不是白色的 有些可能是青色 有些可能是灰色 甚至有些是淡紅色 當我們用釀紅酒的方法 一樣去浸皮 其實也會有色素去果汁 令釀出來的酒會帶一些藍色 通常釀出來的顏色 可能是由橙色去到虎白色 所以我們稱之為橙酒 雖然橙酒是近年 國際酒壇的新種兒 但其實一點都不新 甚至我們可以用古代來形容它 因為它是一個古代的釀造方法 橙酒的掘起正正就是有一些生產商 它們已經厭倦了一些先進的釀造方法 希望復古 然後拿回傳統的釀造方法出來 這裏有三種orange wine 來自不同的國家 用不同的葡萄品種 格魯根亞被譽為最古舊的產酒國 因為它有八千年的歷史 而orange wine 也可以說是源自這個國家 所以我們可以去找orange wine 可以由格魯根亞出發 這一瓶是有趣的 因為它的莊主並不是格魯根亞人 而是美國人 這個美國人本身是在格魯根亞讀書 讀藝術的 當他去到那時候 他很喜歡當地的古法釀造 所以他就在那裏開了酒莊 生產他自己的葡萄酒 這瓶Castelli就是他們當地的葡萄品種 他們是用古代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桃來釀造 在意大利有一間酒莊叫Gavna 莊主也是因為發現了格魯根亞的古代釀造方法 他開始在2001年放棄先進的科技 然後用古法釀酒回歸自然 在意大利Origs White的重鎮Coreo旁邊 在另一個國家叫斯洛麟尼亞 在這個國家 其實釀酒傳統和意大利都很相似 包括葡萄品種或者一些釀造方法 這間酒莊Morphia更加有一半的葡萄丸在意大利那邊 裝著Alex一直奉行這個小干預的政策 他跟我說 世界上是沒有有機葡萄酒 只是有不有機葡萄酒 因為葡萄酒本來就是有機的 就像這支Morphia Silphi Grigio Amber 葡萄經過十天的浸皮 果皮的丹寧已經成為了天然的浮沫劑 完全不需要加一些二氧化瘤 或者其他的化學物質 所以喝起來就更加安心了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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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